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这项超过一甲子的热门观光活动 在前年因为疫情严峻取消 去年则是在防疫要求下 只能戴口罩赏花 让民众有些许遗憾 今年疫情趋缓下 民众可以尽情的满山遍野和樱花 绣球花以及杜鹃合照 享受春意盎然的美丽风光 正式开跑 杨明春晓 漫舞纷飞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与多位台北市议员共同主持下 2023杨明山花机正式起跑 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了许多民众 上山散花 在晴朗天空下 开心的与杨明山著名的景点 花中及无数盛开的樱花合照 看谁好不好看 好看啊 花好看 很茂盛 很鲜艳 对 跟以前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天气也很配合 然后 花矿也是很理想 我觉得每一年来 看到的都 很精彩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前年杨明山花季因为疫情严峻停办 去年在严格的防疫规定下 也让赏花民众有些许遗憾 今年疫情解封 希望民众可以尽情拍照打卡 享受春意盎然的草山景色 杨明山花季已经超过一个甲子 有60多年 而这一路走来 这里已经成为所有市民朋友 还有来自各地民众 前来赏花的热门景点 也是很多国内外观光客 指定要来的景点 其实在前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取消 去年 也因为还有严格的防疫规定 大家前来赏花还是要戴着口罩 只能露出眼睛来 有点小小遗憾 但今年我想就不一样 那我们除了可以好好的赏花 逛一逛走一走 也可以尽情的拍照 市议员黄敬也认为 在疫情趋缓下 今年阳明山花季应该可以吸引 更多游客上山赏花 阳明山花季本来每一年都是固定的活动 但是我觉得今年比较特别是因为 大家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再加上最近天气很好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办得非常 活动可以办得非常顺利 除了赏花外 在花季期间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方面 还举办了草山百年风华 阳明山管设串联活动 民众可以沿着赏花路径 到辛亥光复楼 阳明书屋 宁宇堂故居等 周遭六个艺文管设参观 看画展及服装设计展等 感受历史人文风情 希望民众来赏花 也希望到附近走一走 所以我们串接了 50多家的友善店家 还有跟刚刚介绍的六个艺文管设 不管是阳明书 中山楼 还有包括延锡山故居 林语堂故居 还有我们文化大学的 华岗博物馆 等等这些 大家来赏花 去看看这些历史景点 我觉得还可以 接下来到士林夜市走走 另外2月25号 还有总奖金高达10万元的 台北樱花杯街舞大赛 以花为主题 与街舞进行结合 营造春天百花盛开的美景 希望让民众来赏花之余 也能看见年轻人的青春活力 我们2月25号也特别举办 台北樱花杯的热舞比赛 也就是希望 大家来赏花 感受在地的特色 同时也可以欣赏到 年轻朋友的活力 工人处方面表示 目前正是八重阴盛开的季节 228年假前后将由 昭和鹰及野鹰接棒 依序开花 除了樱花外 包括杜鹃及水仙花等 也会打开 由于花季期间 阳明山周边道路会进行交通管制疏导 公民处也呼吁民众多多搭乘 大众运输工具上山赏花 在大自然中体验 深心灵放松的快乐 记者张旗潭台北报导 为了解决内湖科技园区塞车难题 台北市交通局2月14号开始 新增12班次内科通勤专车 增加班次让选择变多之后 有机会吸引上班族搭乘 减少私人交通运聚上路 为了强化内科地区通勤时段 公车服务量能 台北市公运处统计搭乘量较高的 9条内科通勤专车 协调公车营运业者 2月14号起 建峰时段加开12班次 内科通勤专车服务将提升至142班 鼓励民众多达公车 减少私人车上路 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内科通勤专车的 一个路往图的一个部分 那基本上我们目前是有 19条的一个内科通勤专车的路线 那我们从天母北投士林 到内科的部分有4条通勤专车 那从新北市的卢州新庄 还有板桥综合土城新店跟系纸的部分 有8条的一个通勤专车路线 另外在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捷运站点 像市政府捷运站松山车站 民权西路跟捷运原山站的一个部分 都有通勤专车路线 会到内科去做一个通勤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这边有统计这19条的一个通勤专车路线的部分 那针对搭乘需求比较高的路线 有9条 就像右上表的那个路线的一个 统计分析有这9线 那基本上是从新北市的系纸跟新庄 到内科的一个搭乘的运量需求比较高 还有就是在我们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捷运站 或是转程站点像松山车站捷运市政府站 捷运民权西路站 还有捷运原山站的一个部分 那针对这个部分9线 我们就会去要求业者去做一个加密班次的一个规划 那经过供应住这边协调之后 那业者基本上他规划出来的一个 班次的一个服务水准征班的一个部分 就像这路线班次跟时刻表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都是在上午的一个尖锋时刻 会提供民众一个通勤服务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19线的一个通勤专车 原本是130个班次 那这一次在2月14号 有增加了上午尖锋的一个12班次 所以我们总计内科通勤专车的一个服务 有提升到142个班次的一个部分 9条路线在上班尖锋需求很高 都会超过40人次 加开后预估至少可以减换240辆汽机车 进入内科兼换交通用色 这是我们通勤专车 但这个内科是不是只有19条通勤专车的路线 那我们发现这中间这9条 确实需求有增加起来 那我们需要一到这个班次 这叫人次旅客量就有增加起来 所以我们就去 要协调这业则 在这个时候再增加班次 尤其在尖锋的时候 能够增加班次 来服务更多的民众 增加一班 我们用20个人去算好了 最基本嘛 那我们增加了12班 12班乘以20 至少就240 那如果说 这都是全部的车子移过来的话 当然最高就可以移转到240部小车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尽可能在很多种 我们能够努力多做一点 然后就少一点车子 我觉得这个就 希望媒体都帮我们宣传一下 谢谢 那确实 因为像我们局长也有带着我们去 就是说 那个前几天 我们有到各个站位 然后去询问一下 然后也了解一下 那个 就近这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有没有一些改善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去那个内科的话 像港前路锐光路这个很明显 其实 庸舍的情况减少很多 那现场的人也 就等公车的人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公车速度变快了 那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 我会持续观察 那我觉得增加大众运输 一定是一个方向 那另外 我们也会看怎么样 能够减少小车 如果说又做超过 我们还可以再加 只要有需求 我们就会加 我们就是鼓励大众运输 就是说你会有些类似 公车的部分 公共运出本来就是这样 有点半培养 也许那不到20个人 15个 你现在培养上去 慢慢就有人就跟着做 就是这样 有些可能没有 有可能到满20人在做 再增加班次就来不及了 应该是 你看那个趋势 就应该要在15的时候 就要赶快增加了 不能到20个人 那边就是说明 就半吸引 半培养这样子 上班尖峰时段 对那颗上班的通勤族而言 就是场噩梦 常年无界的交通问题 有来政府与民间共同商议 从各方面改善问题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居住正义以及人形环境等议题 引起国人关注 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视察营建署业务时强调 营建署的工作 就是把人民的生活环境搞好 而对于疫情后的住宅政策规划 林又昌表示 将紧述提出完整政策 目标就是希望帮助国人 租得起 住得起 买得起 在营建署同仁高声欢迎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 首次到营建署视察相关业务 林又昌表示 营建署的工作 主要就是要把人民生活环境搞好 因此未来应该成为一个协调大平台 积极做好跨部会的横向连结 及主动协助各地方政府 营建署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把人民的生活环境把它搞好 所以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国土规划 城乡的发展 都市的设计 以及整个台湾的居住环境的提升 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跟目标 那另外呢 未来我们营建署也要更加的一个积极跟努力 特别是包括在三大都会圈 很多的需要整合的一个工作 这个都需要我们营建署 我们内政部 跨部会的来支持协调跟帮忙 也就是我们内政部 我们营建署是一个大平台 横向的话连结各部会 然后往下的话连结地方政府 大家一起努力 把人民的居住跟生活环境 把它拉起来 把它提升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跟目标 李又昌进一步说明营建署的工作 就是推动国土规划 城乡发展 及都市计划 让居住环境提升 包括大家关心的居住争议 及人形环境等 其中在人形环境部分 他已经与交通部长王国才有过讨论 将朝向先责定一个示范区域进行 至于外界关注的3800亿元 特别预算中 关于贷款补贴等住宅政策内容 李又昌表示将谨述提出完整住宅政策方向 协助国人住得起 住得起 买得起 不单单只有3800亿 这个所谓的金额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会针对所有的一个面向 来做这个政策上的思考 也成为我过去几天曾经说过的 这个居住正义 它的一个覆盖的一个范围 其实怎么样让人民能够租得起 另外能够住得起 能够买得起 那未来有购物的需求的民众 我们可以来协助他 所以他不只是这个3800亿里面 这个特别预算的一个使用 其实它涉及的是未来内政部长远的住宅政策 所以未来应该要规划用公务预算 来支持住宅政策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执行跟推动 那3800亿是一个特别预算 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有一些计划可能可以用这个一次性的特别预算 但其他的部分 未来应该纳到内政部的长远的一个公务预算 来做推动 那我们原则上会在下个礼拜陆续的来跟大家做报告 另外对于土耳其强政引发国际关注 许多人慷慨解量进行捐款 不少政治人物纷纷捐出个人所得 牛昌也说他非常愿意帮忙 协助土耳其灾后重建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迈入第六届的内湖热火夜音记已经登场 在内沟西的步道旁 总共有三百多株不同品种的樱花盛开 在夜间灯光映照下更加浪漫 请起到 乐国夜音 美好光阴 两亮夜音 2023乐国夜音 正式登场 在台北市长角万安与多位台北市议员共同启动下 热火公园夜音记活动正式展开 内沟西步道旁数百株盛开的樱花树 在灯光映照下更加绚丽 让参观民众直呼太美了 根本不输国外美景 漂亮 非常漂亮 漂亮 就漂亮到带我妈妈跟阿姨来 来看这个灯会 漂亮 什么样漂亮 很像日本一样风味 很像日本的风味 对对 超美的 今年很漂亮 怎么样漂亮 很盛开 很盛开 对 呃 这是多少的感觉 其实就是 有不同的感觉啦 但真的很美 角万安表示 热火夜音记活动已经迈入第六届 这一处内沟西 过去每逢大雨就会淹水 经过诊之后 成为提供大家游气的热火公园 他也非常感谢各界的努力 才能在这里展现非常漂亮的樱花 我们内沟西过去 每次遇到大雨 就会淹水 但是经过诊治之后 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地的议员 里长们 以及市府团队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到今天展示漂亮的樱花 都是靠各界的努力 角万强调 热火夜音记跟其他地方的花季活动不太一样 多了在晚上赏映的浪漫氛围 因此很适合夫妻情侣来这里约会 他跟话风一转 笑称自己很担心和太太到这里赏映 因为太浪漫 恐怕又会有第十台出现 有八重音 寒音 昭和音 等等 非常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浪漫 我们这次的展棋刚好 也会历经2月14号 情人节 是非常适合约会的地方 所以我都很迫不及待希望跟我太太能够来这边赏映 但是也很担心来这边太浪漫 可能又会有第十台出现 所以还在考虑 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所有的好朋友都应该来这边看一看 蒋万也趁机在帮台湾单位打广告 尤其12个行政区也有主题灯视 大家到内湖热火公园看夜音之外 也可以到大港前公园赏花灯 主办的台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灯管理处方面表示 热火夜音季今年展棋到2月28号为期16天 今年寒音提早绽放目前正式盛开季节 今年展区也特别规划夜间光环境主题装置艺术 搭配夜间嗓音非常适合大小朋友一起散步度过温馨夜晚 2月19号还有光阴飞舞一同去亲子活动 及解谜闯关游戏 同时也将举办千罐饮料畅饮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在樱花下开心迎接春天的到来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料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谈关心您 西洋情人节要为您介绍一档以大数据分析的爱情特展 爱情有无进展 以理性科学展出现代爱情样貌 3月26号前在松山文创园区南向志研工厂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 你的择偶标准为何 究竟暧昧多久才能告白呢 一个个问题与观赏者互动 同时进行数据搜集 很多互动 很多展览都没有这些互动 可以更认识自己 因为它有很多的提问 或是一些各种类型的标签 你可以从标签中寻找 可能是比较符合自己的 然后从中去更认识自己 或是更理性思考一下 或是感性思考一下自己 对感情的看法 六大互动观展的展区相当吸引人 无论你的感情正处于什么阶段 走进爱情有无进展 研究约会攻略 应该可以走出自己的爱情进展 在IG上面看到很多朋友推荐说 蛮值得来的 所以就来看这个展览 他们说就很有趣 然后有一些互动这样 那展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互动的游戏 让你不会只是来单纯的看展而已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不管你是单身 有情人 还是你在寻找 各种各式样的人 都很适合来逛爱情有无进展 爱情指引不只靠科学分析 更要给你来自信仰的加持力量 策展单位与文明侠儿的台北侠海城隍庙合作 邀请月老进驻坐镇 透过东方爱神月老给你加持 那展场里面提到的月老信仰 我们有跟台北侠海城隍庙的月老座合作 所以在2月14号情人节 以及3月14号月老神尊会来到现场 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月老祈求爱情 在松山文创园区南向制烟工厂展出的爱情有无进展 带领观众一同参与寻找现代爱情的样貌 透过互动与情境的展示 大数据研究分析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为所有的观众提供爱情指引解惑 这档展览一直到3月26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展 记者张启腾 蔡小军采访报道 响应2023台湾灯会 台北市12个行政区也推出特色灯区 其中松山灯区以民俗文化和祈福作为主轴 在松山持幼宫前打造一座7米高的Q版妈祖灯室 还有台北府城隍庙的月宫后花园灯区 7米高的持幼宫Q版妈祖灯室 两旁还有招财兔和灯楼 可爱模样让参观民众都忍不住驻足欣赏 松山灯区结合在地公庙 台北市松山持幼宫 以及台北府城隍庙等宗教文化元素 以民俗文化祈福作为主轴 2月4号晚间点灯仪式中 议长戴席清与多位施议员 以及民政局长陈永德都到场参加 其实今年我们轮了23年 终于台湾灯会又回到台北市来举办 真的是我们松山新医区 大家非常大的一个福气 尤其我们除了松山区这边的一个灯区之外 包括刚刚我也去信仪区 在永春匹四地公园这个地方 那我们台湾灯会大家知道 今年有四个主要的灯区 除了国父纪念馆的主灯区之外 主要的相关的灯区 几乎都在我们周遭的范围之内 尤其我们松山信仪区的选民 大家特别幸福 今天的12个区灯各有特色 各有主题 那我特别选在松山区 一方面就是我过去服务的地方 那也非常感谢松山石又公 陈董事长多年来 对我们台北市的贡献 而且对我们的付出 让我们所有地方的活动 还有一些需要救济 需要建设的地方 可以说我们衷心的感谢 松山石工对每年的这个 这个严宵节的花灯啊 我们每年都有办 今年做的特别慎重 在23年前我们在那个台湾灯会啊 在中正经验堂的时候 我们也去参加过好多节 所以我们结的很新鲜啊 很高兴今天的严宵节 也在圆满的完成 那今天台北武成华庙 也特地的来到一个后宫的兔花园 那我们有请那个跟好想兔的那个作者 然后来做一个玩偶造型的活动 各位市民啊 然后能够有机会的话 到松山登区来的时候呢 能够到这边来参观 区长游竹萍表示 三大展区分为玉兔登区 月宫后花园登区 以及祈愿登区 慈又公主登旁 还设有首创又新奇的 影子怪物互动区 让大小朋友 化身为有趣又可爱的兔子 同时串联绕合夜市 让民众边逛夜市边赏灯 这一次呢 台湾灯会回来台北啊 我们松山区 特别谢谢我们的松山持有宫 还有辅成华庙 来赞助这样子的灯区 那里面呢 有非常精彩的妈祖主灯 还有我们成华爷的主灯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这边赏灯 非常的有趣 这次的互动登区呢 在这个我们的持有宫前面 小朋友呢 可以到这边跟这些影子做互动 本来在里面跳舞呢 就会变成一只一只很可爱的小兔子 也欢迎大家踊跃来尝试看看 点灯仪式还特别邀请在地学校 松山国小 敦化国小 以及如火剧团 带来精彩表演 现场也安排丰富多元的摊位 以及拆灯迷 换好礼仪摩彩活动 灯区展至2月19号为止 欢迎民众前往赏灯祈福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开展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 和台北101重磅登场的五分钟 光雕共演秀非常强眼 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极力推荐 必看的作品之一 还有跟耐业者合作的互动体验 带给民众全新视觉体验 台北市政府市政大楼 与台北101重磅登场的 五分钟光雕共演秀 透过声光效果转折 刻画台北城市的心情及变化 给民众前所未有的 声光视觉饗宴 这是两个北市地标 首次合作共演 在台湾灯会期间 每日下午5点15到晚上9点45 每半小时展演一次 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极力推荐必看的灯饰之一 在台北市我们举办台湾灯会 一个城市光廊的概念 所以从我们信义商圈 台北101市府 一路到国府纪念馆 松烟文创大巨蛋 到东区商圈 一整个郎带都有各式各样的灯饰 台北市12个行政区 每一区也都有主题灯饰 那这一次我们未来展区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是在我们信义商圈 以及四四南村 我们结合了时尚潮流 以及眷村的文化 同样的 这一次台北市政府 也与台北101合作 我们将会有长达五分钟的光雕秀 所以大家可以前来欣赏 全世界最高的花灯秀 另一方面 我们这一次也邀请了 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文资团体 台北 道江林安社 以及我们也邀请了包括韩国 日本等表演团体 前来共襄盛举 所以预计会有五百人的 采接游行 还会有超过三百五十场次的 表演团体 街头艺人 等等 大家会在这个未来展区 尽情的发挥 让所有前来欣赏的民众 都感受到我们这一次 未来展区的热闹 此外灯会也携手赖 以智慧城市策展概念出发 呈现多元内容 打造城市观光与灯会互动体验 胸大与胸赞 难得同台卖谋 陪大家走访灯会 有关于我们整个灯会 从所有的导览 到我们的灯区的介绍 到整个台北市的美食 或者是交通的各种资讯的提供 在赖赖的平台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还没有来灯会之前 你就已经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面 透过策展的内容 规划你来台北灯会的行程 而你一旦进入到台北灯会的 四大灯区之后呢 还会被我们在现场所布置的 350颗LINE BEACON 蓝牙讯号发射器 为您做灯会的四大灯区的 一个智慧推播 包括灯区的介绍 包括现场的美食 包括周边的商家的采点优惠 以及进出灯区的交通导览 各种辨明的资讯 都可以经由这个LINE BEACON的推播 在你的手机的LINE里面收到 我们希望提供民众这样一个 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从线上到线下的一个 灯会的一个参观旅游的一个体验 我们也非常兴奋 特别带来我们LINE FRIENDS的 明星角色熊大和他的朋友们 来和我们市政府的超人气吉祥物熊赞 联名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联名商品 联名的贴图等等 睽違23年台湾灯会再回台北 横跨多个城市地标 观传局长也以少量多餐的模式 形容这次逛展全新体验 那这一次跟其他的灯会最大的不同是 以前都是在 就是飘移到各县市 都是一个空地 无中生有 大家好像觉得一次吃到饱 可是台北灯会就不一样 他横跨五个捷运站 忠孝复兴 忠孝敦 国父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跟101 那他就可以忠孝东路走九遍 其实表示说你可以少量多餐 一直来一直来 因为他的涵盖内容呢 又跟以前不一样是 以前因为是一个空地 他没有地景 他只是把很多作品就放在一起 可是这一次台北灯会呢 基本上就能够 你可以看到你拍的照片 你可以按下快门的时候 你可能跟国父纪念馆交会 你也可能跟101交会 你跟我们台北很多的地标交会 那同样的在城市行销里面 他的效益更大 因为其实台湾灯会是一个国际品牌 那在这疫情三年来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因为国境的没有完全开放 那一段时间 我们台湾一直没有办法被看见 那现在我们台湾国境已经稍微开放 可是国际市场 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 才有办法让国际观光客来到我们这 那这一次台湾灯会在台北 又结合像我们这一次城市型的规划 他跟地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随着大家分享的照片 他就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 把台湾台北就是行销到全世界 所以我想这一次其实最大的不同 应该在于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跟国际的朋友一起在宣告 台湾欢迎大家 那当然从饮食来说 以前空地无中生有 只能靠流动摊反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东区 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你可以吃很便宜的 你也可以吃米其林的 很高档的 你可以坐进店里面 好好的去享用 所以这一次其实不管是在可看性 城市行销跟美食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5号灯会正式展开 作品超过300件 不少作品日夜皆美 串联周边美食街道风景 独具魅力 民众甚至可以二刷 甚至三刷灯会展区 漫步欣赏艺术入境的特色作品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四大展区中 位在东区商圈的光展区 沿着中校东路设置 16件中大型绚丽灯饰 有将近12米高的巨型兔子洞 等兔兔造型灯饰 邀请民众感受东区商圈的魅力 近12米高的巨型兔子 从建筑物中探头而出 艺术家陈朴的未来穿梭兔子洞 不管是路过的行人或是捷运旅客 都能一秒吸引目光 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 其实也是从小到台北长大 那我自己从捷运 这个第一条开通的捷运演线 就是就一直搭乘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挑展览位置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说可以跟捷运有关联性 那我觉得这个兔子洞 其实就象征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搭捷运其实都要进到一个隧道里面 然后去往你的未来前进 那我就希望这个兔子洞概念 可以帮台北城市打开一些未来的想象 所以我们这次的作品也结合了 就是区块链的一个web3的一些人物角色 叫做Clone X 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未来机器人 邀请他们来到台北市 然后来欣赏台北市的一个美景 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的作品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在这个场域其实它的建筑量体非常大 所以我们透过了一个把整个场景 跟建筑物3D化之后 然后在VR的空间里面去做到放样跟定位 所以我们这个兔子的整个比例关系 会跟建筑物是比较协调的 然后它也不会遮挡到SOGO的logo 那不管是从捷运上或是远方 或是在近的这个场域的观看 都是非常适合这样子 在SOGO宗教馆前的嗨嗨的 以可爱的大型充气装置 表达人们有时想躲起来 又想让别人看到自我的状态 在国父纪念馆站1号出口 则是有国际艺术家 大颜奥斯卡的光兔献宗 这件作品名叫嗨嗨 是打招呼又藏起来的意思 那大家兔年 今年是兔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艺术家 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兔子 可是它跟一般的兔子的形状很不一样 它是有一种藏起来的感觉 其实就可以符合到像一只兔子 它很调皮的心境 然后也很像我们现在年轻人那种 我想被大家看见 可是又想要表演是 又有矛盾很有趣的那种世代风情 那其实这是我们这个作品想要表达的 那这个作品它其实有很高的互动性 人们除了可以里面进去拍照打卡之外呢 它拍手大家可以看到民众玩得很开心 拍手的时候也会有光线的变化 它其实是一个互动性很高的作品 这次作品叫做光兔献宗 然后是由四次受邀到 日本赖户内海艺术记的国际型的艺术家 大眼奥斯卡他所设计的 那这只兔子其实叫做光兔 是大眼奥斯卡他在 有一次在法国那边等飞机的时候 发现现场有一个 那个兔子造型的这个灯 然后他以这个为素材 然后创作了这一展 创作了他有两个角色 一个叫光兔 一个叫影猫 那由于今年是刚好我们 是否我们农历的兔年 所以奥斯卡他这边就 特别创作了这个兔子 然后来祝福我们这边农历的新年 那这光兔献宗就很像是一只兔子 仰望着地球代表的是 我们台北其实是地球村的一员 那在作品里面也藏了 奥斯卡这边的一些巧思 那光兔就是我们后面的 这个大型的装置 那在影猫的部分就是融合在我们 前面那个圆形的球里面 除了兔子造型的灯饰 墨西哥艺术家路瓦李维拉的作品 融融将游水接触时的形状 以编织艺术呈现 象征城市走过的历史 而彩虹教堂则是展现 台北作为亚洲推动 同志游行的第一座城市 因为包容而美丽 这些作品是主要是要跟 让作品跟人互动 然后他有 这个作品的概念是因为说 他有一天他在城市里面 发现地上有个水蛙 那个水蛙它里面有水跟油 它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景象 于是他启发他这个想法 这些作品他除了说 这个亮丽的色彩之外 他主要也是想要呈现 这个文化的多样性 那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去呈现 不见得是人种的多样 也是文化多样的一个融合的 一个社会 我们这座彩虹教堂 它是设计师那个 朱志康老师这边设计的 然后他是以平权的概念去设计它 那各位可以知道说我们 台湾是亚洲地区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所有的爱都需要被受到祝福 所以朱志康老师特别以彩虹教堂 这个概念 因为彩虹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那也包含了所有需要被爱跟爱人的人 那特别以像这样子一个充气的装置 然后去展现出这个我们台北市这边 跟其他都市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塔尖的地方是两个大型的音叉 当风吹过去的时候 就可以听到如同教堂般的那个终声的声响 不只大街上精彩 商圈巷弄内也由专业艺术团队 梅合店家与艺术家设置43件艺术路店作品 让东区宛如一座大型开放式的一郎 我当初来这个空间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高耸的空间 而且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是一个饮料店 那美寿这只怪兽它其实是一只外星怪兽 然后它是以美为食 因为它当初诞生的时候是在一个理法厅 然后我就是想说让它是吃美的东西 它会越来越大肢越来越长大 然后它的这个触角其实不是像章鱼 它其实是来自于像头发的延伸 那这次在跟OO的合作上 我就是想说让它吸收这个饮料店 美好的饮料的一切 还有这个东区的一些能量 它平常是黑色 这次特别改成银色 让它具有一点太空风 然后结合这个空间 让它比较更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我们这次艺术路店呢 每合了43间 43间与43位的艺术家与商店 那在过程中我们是把艺术品放到店里面 其实除了是希望说让艺术跟商业碰撞出更多火花之外呢 其实也是希望引导大家可以就是 除了去公园或是大型工厂看大灯的话 也可以回来东区消费 然后把艺术跟消费跟商业这个本质呢 这三者就是互相加成 然后来带领大家拿到市民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子 那这件作品浪院这件作品呢 它的主要形式是源自于那个服饰会 那也是本身这也是为了呼应就是店家 他在里面装潢的一些比较日式氛围的形式 我们的艺术路店有非常多 包含了十一柱型的一些店家 而且还有一些手作 其实大家都可以慢慢去体会 然后在游走我们的光展区的时候 休息累了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店里面去消费 然后去吃吃我们的特特美食 在整个光展区里面 除了有大型的这样的灯饰艺术以外 还有43件入店的艺术 那包括了各个领域十一柱型都有 所以大家在逛灯区的同时 也可以进到店里面去吃点小东西 买买小的饰品 一起来活络我们商圈的经济 我们也特别有针对我们的艺术路店等等 整个十六个中型灯区 一起有一个串联的五条的路线 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官网上面 可以按图索记 深入来体验我们东区 商圈里面各个艺术店的店家 跟我们整个环境 走逛精彩灯饰和艺术作品后 灯会还募集多达三百间以上的特约店家 店家们纷纷祭出各种优惠活动 让赏灯民众吃喝玩乐 一网打尽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台湾灯会四大展区中 位在松山文创园区的圆展区 涵盖超过20件新住民客家 以及原住民灯饰作品 白天和夜晚都有截然不同的风貌 兔子快递将每个人取下的愿望 化作物件装进箱子 历经各种奇幻旅程 将欢乐与祝福 送到每个人身边 圆展区中复灯作品 台北吐给乐 以近三层楼高的四面巨型LED 立体影像装置 打造礼物箱造型灯饰 带给观众无限惊喜 我想做一个可以合家观赏 然后让大人小孩 都有很有幸福感的一个灯 那这个箱子的这个idea 其实来自于这个 大家疫情最有感觉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的共感 其实开箱嘛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去实体的shopping 大家都在网路上订物 然后就会有一个箱子 所以这个箱子 其实是我送给台北市的一个礼物 送给小朋友的一个礼物 那这个接下来呢 你会看到后面的小朋友 其实都是很进行的在玩 其实就是一个庆祝疫情过后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看灯 那小时候看灯的感觉 其实就是充满了幸福感 那这个灯其实它有什么亮点呢 其实很重要一点它是一个 第一个它是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 小朋友跑来跑去 它是一个有体感互动 科技互动的一颗灯 你可以跟它互动 也有声音是real time的 即时的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感受 所以你可以去探索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第二件事情呢 它是一个全台最大的螺眼3D 大家可能没有看过螺眼3D 以这样的尺寸出现 那来到中夜 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型的螺眼3D 再来就是螺眼3D 不只是视觉的惊喜以外 其实它是包含了一个整个 快递公司这只兔子的故事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 然后一起感受这个走春 一起跨年看灯的这种幸福感 位在松烟生态湖畔都市里的印花布 将客家诗歌词中的故事 以带有文化意义 与生活体验的花纹剪纸蓝染 转化成都会风格 让民众一起想像与编织出 新的客家美学体验 我是一位服装实际师 实际师是用服装设计跟客家的元素 在跟客制部分做这个结合 所以当然客家的文化里面 有很多很漂亮的樱花 很多的布花 就是在客家的文化里面是 很多人会看到这个樱花 会知道这个是客家文化 所以这次呢我们是把这些 客家文化的每一个元素 把它就分解 把它变成一个很第三的 一个实名的一个投影 这样子对啊 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化 然后我们把有不同的花 有台北的一些景色 把它全部做一个动态的 跟着客家的音乐的一个动感的 一个投影的艺术这样子 環绕大树12米的铁雕餐桌 是纸雕艺术家陈若涵的作品 种下台北的味道 透过餐桌意象表现味道菜肴 对土地文化的重要性 也象征新住民与台北的 共融与圆满 为什么叫做种下台北味道 除了呼应就是它在一棵大树下 然后围绕的大树 其实因为新住民啊 现在在台北台湾 有非常多各个国家的新住民 所以我用一道一道新住民料理 然后想要呈现的是 就是文化跟族群共融共好的一个样态 那我用一个12米的大圆桌来呈现 那我们先看在桌上是有粉红色的这个桌巾 那这个桌巾其实想要呼应的就是 在台湾版德的这个热热闹闹的氛围 然后版德不是也都用粉红色的桌巾去铺上去吗 然后所以我就用粉红色的桌巾来呈现 那在这个桌面上总共有15道不同国家的新住民料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有跟就是新住民的朋友真的一起来共创 然后把他们的味道刻画下来 那这次的作品很特别的是 它是一整圈 所以应该说作品菜肴呼应这个椅子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边之后 可以很闲适的选一个他喜欢的座位坐下来 然后在大树下喝咖啡 或是跟朋友聊聊天 然后同时看这个作品 以竹材编织代表着各种文化融合 作品《我们在这》 象征经过各种生活挑战与磨练 新住民们仍以坚定的温柔 抵抗风风雨雨 守护家园的未来 那我们这次的整个策展里面就是我们在这 所以我们想要把新移民新二代 在台湾常常聚会的这个感觉给分享出来 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大家可以到里面去 老师也是希望说大家在这个作品里面 可以坐下来欣赏这种松烟的音乐 然后松烟的这个氛围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分为几个结构 第一个就是老师擅长的竹编结构 这个竹编结构呢 透过外我们可以数一圈一共有12片 这12片也代表台北的12个行政区 那同时呢 在上方我会看到透过一些灯笼 一些彩带 灯笼呢 是希望说在元宵的这时候呢 把这个怀念故乡的情节给带出来 彩带其实是要透过这种波浪型的意象去讲海洋 因为很多的东南亚移民呢 或行而大 其实是从不同的国家飘洋过好 到台湾到台北 所以其实在这些意象的结合下 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边欣赏不同的文化背景 那另外比较特别的是 未来在整个灯笼的期间 我们一共会有酒堂不同的展演会在这里发生 而这些展演就是依据我们不同的作品去重新创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聚会之中把它展演出来 涵盖超过20件作品的圆展区 登会期间在一号仓库的多元舞台 还有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等多元族群 带来每日定时85场次的精彩演出 圆区店家也将隐藏营业至晚上9点 欢迎民众一起走进圆区感受松烟夜晚的独特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设置在大港前公园以内湖Tomorrow2为主题的内湖特色灯区 融合科技产业跟内湖自然风光与人文故事 展现截然不同的灯会风貌 有互动式AR投射设计相当受到欢迎 在主灯区5米高的科技AI2下方地面 以内湖风光与人文故事为背景的互动式AR投影区 吸引许多小朋友跟着画面跑跑跳跳 透过游戏方式介绍内湖从水牛变滑鼠的生活文化发展轨迹 这次我们设计的一个内湖灯区 就只要是以Tomorrow2为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叫Tomorrow2就是未来 明天开始就是未来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又结合我们内湖科技园区 所以做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些科技的一些产品 那像我们的主题主灯叫做AI2 AI2它是结合了一个现光2 然后做了一个科技的一个造型 然后做一个结构的一个组合 那最主要是我们的地面有一个 地面互动式的一个AR投影设计 让民众可以借由游戏了解内湖 从以前水牛变成滑鼠 这么过程它是怎么演变来的 位于大港前公园的内湖灯会 除了充满炫彩科技感十足的主灯区外 副灯部分则是在草原区的八个大型发光气球 以缤纷的画风展现内湖的特色景点与人文风貌 也是民众最喜欢拍照打卡的热点 它的副灯区是一个2 那就是一个有八个大气球 那展现我们内湖所有的风景迷胜的一个地方 让大家能够了解内湖的一个在地的一些文化 这是我们最主要设计的一个主题 晚上往外飞 带着灯耳拔路照 飞来飞去不怕黑 天蝗 櫻火虫 恭喜答对 灯会现场还有期间限定的互动机器人 能走能动还能和民众猜灯迷玩游戏 最受大人小孩欢迎 因为我现在是以内科为主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意象来做一个发念 那像我们这次还有推出机器人的一个互动 那这个机器人他有分服务型的 有一个主题式的 那这个机器人他可以跟你互动做游戏拆灯米 那这主要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公园周边步道还设置两条灯海狼道 一条以内湖光阴的故事为主 另一条则是以太空星球为主题 漫步其中相当浪漫 现场还有精彩的展影活动 内湖驱公所邀请民众 在台湾灯会期间到大港前公园 与科技AI2一起感受充满科技感 与自然人文风情的内湖魅力 内湖灯会慢慢玩 台湾灯会开展以来话题不断 台北市官传局跟业者合作 推出限定宝可梦捕捉活动 在灯会范围内 有机会遇到常在北美洲 南美洲和非洲的宝可梦 田田银等15只宝可梦 赏灯的同时也带宝回家 各位宝可梦训练家注意了 原本常出现在北美洲 南美洲和非洲的宝可梦田田银 现在在台湾灯会现场就可以抓得到 除此之外还有碎碎固定 重等15只宝可梦 都比平常更容易出现 遇到异色宝可梦的几率也大幅增加 我是来抓这次的田田银 因为那个比较稀有 它平常只出现在国外 然后这次听说就是灯会期间有限定 所以就马上过来抓 其实还蛮好抓的 刚刚也有抓到 像我现在就遇到了竹光灵 然后刚刚也有遇到田田银 我们会再过去别的 像12行政灯区也有的样子 对 田田银好抓吗 这 不好抓 可是它很厉害 它会越时更难抓 因为它的CP值太高了 哦 越时 难怪我会玩那么多次 它都逃出我的手掌心了 你要用那个 要四次才成功抓到它 然后田田银的部分 它刚刚抓到 几率也还算 至少十分钟它就抓到了 之前每一次台湾的活动 我差不多都有过来 可是这一次呢 是台北市来邀请我们 参加他们的当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 谢谢台北市这个邀请 然后也谢谢台湾所有的玩家 一直对我们这么的热情 每一次我们的活动 都有很多的训练家 过来抓他们心里 最喜欢的宝可梦 希望各位训练家 今天也抓到很多 他们想要的一只宝可梦 活动也增设许多 宝可梦补给站 提供民众看灯会之余 玩得尽兴 即日起限定三天免费参与 就是逛灯区的时候 我发现在 补给站的部分有增多 那我个人还蛮喜欢 国际游游灯区的部分 然后我知道那边好像有新增 那刚刚在这边逛的时候 有看到 后面这个灯也是有补给站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方便 你可以赏灯的时候 也可以补给一些道具之类的 对 那活动时间呢 就是在2月10号到2月12号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礼拜五到礼拜天 这三天限定 在每天的10点 早上10点到6点的期间 那这个地点会在 散布在我们整个灯会的 四大展区的范围 就是国务纪念馆 台北市政府 东区商圈 还有宋山文 创园区 新一商圈 四字南村这些点 那这个活动主要 我们这次活动的重点 就是这15只宝可梦 那这15只宝可梦 那这15只宝可梦 平常就是比较少 在台湾出现 那我们这次在 配合我们灯会的活动 在游戏里面 玩家可以遇到 这15只宝可梦的机率会增加 那另外就是 除了碎碎夫之外 他们还 我们还会很有机率 会遇到他们的异色形态 再来就是 特别值得一提 就是我们这次 还有西有宝可梦 那这个西有宝可梦 那这个西有宝可梦 是甜甜蜜 它原本是在北美洲 南美洲 还有非洲才会出现 然后之前 只有在2020的 台湾灯会现场出现过 那我们这次 2023的台湾灯会 又再次回归 那在未知图的部分 那因为是复应今年的灯会主题 光源台北 Light of the future 所以我们未知图 可能有LUF的部分 也是玩家都可以 很有机率 在我们灯会场域里面 遇到 那再来就是我们 这次活动 三天期间 也有分设一些 宝可梦集站 那它也是分别 分布在四大展区 一共有13处 像是我们 廣展区的一些灯室 然后原展区的 固给乐固灯 或是国管的 捷御国管站的5号出口 还有未来展区的这些灯室 那另外还有就是中央展区 国际友谊灯区的松山市 和宏前市的画灯前面 我们这些都有设 宝可梧集站 那同时我们12个行政灯区的 这些灯室也都分别有设置一处的 为了这三天期间限定的 宝可梦集站 更特别的是全台湾大概第一次 它有异色 异色就是不同颜色的宝可梦 不是只有一个颜色 那是异色 第二个事情是充电站很多 包括扩及到我们的光源 未来还有中央展区 还有12个行政区 就是补充能量 你可以继续抓保 那也因为这样 我们预期这三天 会有非常多的玩家来寻保 那我要特别呼吁大家 现在灯会 其实人潮已经非常多了 在抓保的时候 请务必注意安全 不管是在人行道 在车道 在灯区 因为这灯区 可能会有一些压线潮 安全第一 呼应今年灯会主题 光源台北 活动也特别选出三种 为之图腾 邀请玩家到场收集 预期会有许多玩家参与 平日可多一成人潮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基隆连接万里的台二县滨海公路 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小客车突然跨越 双黄线回转 直接撞上对象轿车 驾驶一度受困车内 消防队员用破坏器材将能救出 不过送医后仍然毁天法术 而违规的轿车车上 四名大人以及一名小孩受伤 造势真正原因有待调查厘清 驾驶行驶在台二县滨海公路 窗外风光明媚 但没多久前方开始有些不对劲 对象一辆轿车突然急速左偏 和前方车辆车头对撞 瞬间车壳零件事散烟雾弥漫 这起严重车会意外发生在11日中午 一辆铁灰色轿车前往基隆 行进台二县51.1公里 不知为何驾驶突然跨越双簧線 对象轿车闪避不及 当场两车对撞 当下驾驶受困车内 消防车脱货的 我们税部就送那个欧卡的 对对对 车主人家没办法 村子都受伤 小孩也受伤 小孩这边跟一厂都在大厂 消防员到场利用破坏器材 拆掉门把人救出送医 仍然回天罚数 而铁灰车上五个人 包含一名小朋友 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但驾驶九车值高达0.6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称 北冰公路51.1K处 往基隆方向有事故 到场发现为无姓 黄姓民众各驾驶自小客车 于该处发生碰撞 造成无姓驾驶当场死亡 黄姓驾驶伤事无大碍 为送医抽血检验后 酒车值已超越法定标准 全案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 移送基隆地检侦办 原本一家开心出游 却发生违规行驶 又酒驾上路 两车正面对撞 造成一死五伤 造势原因 由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